哇 耶 哥吉拉之旅啦 那今天要見得讓哲平狀況有點不太好 因為有點反胃好不好 我每一部影片都有這樣講 那其他就是比較嗨的哲平的話 那是因為都是 前幾天就先把影片錄好的 那今天可能就不會那麼的嗨 但是我們還是會繼續 玩下去我們的這個哥吉拉之旅 那後來有看大家留言的話 好像還蠻多人是希望可以就是 放點小小貓啊 或是放險我們就是一些 龍貓什麼之類的 那因為哲平正式帳號的話 還沒有任何的那個 還沒有什麼小小貓啦 因為這支帳號其實算還蠻新手的帳號哦 所以這話如果有小小貓的話 我們就再來用給大家看 那另外一個比較多人會想的 然後我們也可以做的就是 把我們的就是那個龍貓啊 就是我們的蜥蜜貓給他放上去 然後大家想要看一下我們的 噴火翼竹的表演好不好 那我們今天的話呢 我們就來看一下就是我們的 哎都是我們的龍龍翼竹的這個哥吉拉 跟我們就是那個蜥蜜貓 然後看一下能不能打出一些好成績 那蜥蜜貓的話我們就不要用龍貓了 我們就用小隻形態的怎麼樣 我覺得蠻可愛的好不好 小隻蜥蜜然後再配上我們的哥吉拉 然後這樣就是我們的 雙小龍之旅拉 那善恩師基本上我們打到的是這個 那邊啊 我們上次好像打到的是我們的這個大分線對不對 然後我們今天就要從福岡線開始 那上次我們的不死關卡好像打的是我們 就是那個誰啊 打的是我們的那個石川線對不對 對石川線這麼有一個Z樓 那今天我們要挑戰的就是我們這個得倒線啦 好沒問題 那我們就先從我們的這個福岡線開始打哦 那隊伍陣型的話呢 好這邊我們的主角哥吉拉 然後再配上我們的那個配角 我們的蜥蜜貓 那主要來說今天就看一下能不能用這兩隻 來打一些好成績哦 那大家一樣如果喜歡這個系列的話 可以繼續在下面留言區 留下你們想要看的一些貓貓 那我們下一集的話可能就會 哎跟哥吉拉一起前進哦 好我們來看一下福岡線啦 gogo 福岡線好不好 雙蜥蜴雙噴火部隊登場 那其實還蠻貴的耶 這邊的話西貓一直要兩千 然後哥吉拉這邊是一千五哦 所以 但還是比較推薦大家用那個美魔貓 或是我們的那個魚人的話會比較OK一點點啦 好 那我們先出一下我們的 哥吉拉 那有觀眾跟哲平講說 因為這個哥吉拉的話 算是哲平沒有接觸的哥吉拉 這個哥吉拉好像是日本版本的哥吉拉哦 那這個哥吉拉的話好像不是 不是真的怪獸之王啦 怪獸之王好像是那個 君主計畫 也就是大家有看過的就是那個 X加大戰金剛啦 或是大戰我們就是那個 基多拉那個好像才是真正的怪獸之王哦 因為確實也是長的比較不一樣啊 這個就是我們這個 一般的這個 最初版本的哥吉拉哦 好 噴火部隊登場 其實兩隻的吸氣時間都還算是蠻快的 哈哈哈 這感覺 其實有點像是這隻 吸貓塞在裡面的感覺有沒有看到 哎呦啊他噴的比較少啦 但是 他噴的是那種就是 氣彈有沒有 哎他好像比哥吉拉還要 還要會噴耶 他好強哦 開路先鋒有沒有 很ok耶 好噴一下那 第一個我們哥吉拉遭遇的大魔王就是我們這個 福岡蟹的這個河馬哦 我們來看一下 兩隻噴火部隊究竟能不能抵禦他們的攻擊 他直接 直接被我們的吸貓噴掉了哦 可惜可惜 但是哎他這個火球感覺好像有點帥哎 他直接吐這個火煙的哦 感覺他的那個威力好像比哥吉拉還要猛很多倍哎 他吐一下就沒了 沒事沒事沒事還行 今天真的是得力的好助手哦 好再來是我們的高支線啦 g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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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正我們的這個哥吉拉之群的話大概就是這樣子 就是打一些新手關卡 那大家基本上用我們這個一樣的隊伍的話 應該都還算是可以打過啦 因為像 吸貓跟我們的哥吉拉的話 大家應該都還算是蠻好取得的 而且這個 哎 日本片啊就是等於是我們的世界片 應該也不會太難打哦 因為其實哲平後來還是發現 蠻多人就是回坑貓戰都會問哲平說 哎呦新手該要注意什麼東西啊 關卡要怎麼打 所以到時候我們一關一關拍下去的話 你可能就可以在這些影片找到答案這樣子哦 那 新手我覺得最需要注意的東西就是 你要努力去把那個 金寶給他刷完 因為金寶的那個加成真的是很多 然後再來就是你要拿很多藍珠珠 把那個旁邊那個 哎 一叉 哎 一般貓貓那 稀有貓貓那邊的那個 哎還是一叉貓貓 一叉那邊的那個就是我們各種那個 加成的那個就是數值啊 全部把它用到最高 那你基本上 應該就是一個完美的機體的這樣吧 好高支線看來是沒有什麼boss 直接毀掉哦 好再來是我們這個愛媛線 go go 然後再來就是得導線的那個不死生物關卡 我覺得我們這個哥吉亞之旅 目前來說第三章的這個 日本篇啊 最麻煩的大概就是我們那個 不死敵人關卡 因為我們哥吉亞跟我們就是那個生力軍來說的話 他們都比較沒有 沒有帶上一些能夠那個 直接 就是讓他們沒辦法進化的啊 所以他們可能就會一直復活這樣子 那我覺得哥吉亞好可愛哦 哈哈哈哈 可是我看好像有一些人的影片有那種就是 超大的那個哥吉亞 不知道他們是怎麼拿的啊 還是是 用用那個螺體器調的啊 因為我記得好像有一些人會用調的 好猛哦那個超大哥吉亞 我自己如果 他有出的話應該會把它抽起來吧這樣 好那我們愛媛線這關的話呢 就很多這個 我出到一隻小貓的完了 就很多我們這個一般性敵人哦 看起來也是很ok 感覺這個真的是很得力的助手耶 小小貓系列的話 我等之後如果能夠打的話 我們再去打 然後再讓他跟那個哥吉拉一起探險 還出現了一隻小蛇囉 然後還悟出了一隻摩西跟貓貓 哇這邊小人越來越多隻了 摩西跟貓貓直接爆開 看來哥吉拉他好像是吐單體傷害的 那這樣其實好像 算蠻傷的耶 因為如果之後遇到一些就是那個比較 比較這種疊起來的隊伍的話 我們可能要 幫忙開砲了哦 不然會有點麻煩 好像還行啊 他居然是燒單體 他不是燒範圍的耶 他如果燒範圍的話那還好一點點 可惜可惜 好那再來就是我們今天可能 最重頭戲了吧 我覺得這個得倒線的這個 不死關卡來看一下哦 通常不死關卡的話 我覺得都都要給他 都要給他點那個尊重你知道嗎 來了來了 我們看看啊 來先出現的是我們這個不死小敵人 來哥吉拉先出來 哇這關感覺好像 應該就是只能靠西貓了 哎好險這邊噴一下他們就變褲頭了哦 哇 斷地板了 哇 斷地板了 好險的地方是我們的哥吉拉 吐一下火他們就變褲頭 這是 這是比較 比較樂見的哦 因為通常這個不死生物就是 吐兩下他就會死掉了 他就不會在那個一直復活 除了那個強狗的樣子 哇如果我們哥吉拉之旅 碰到強狗會發生什麼事情啊 我這個也是 蠻好奇的耶 有哪一些就是稀有媽媽 或是雞稀有媽媽可以幫他的 看是ok的哦 我們前面家已經 已經把這邊 控制住了哦 折導線看來是沒有什麼問題哦 啊 折導線的 復死王是我們的 復死豬豬 我感覺還是 還是很ok 我覺得你這種單體傷害的東西疊起來啊 其實那個傷害也是很可觀耶 因為像我們美魔貓那個就是疊了很多隻 然後 那個攻速又很快 就可以直接把那個敵人給 打爆這樣 那像我們這個哥吉拉的話 把敵人給燒爆應該是沒什麼問題 開燒開燒 你看這個豬豬 豬豬 雖然打死我們幾隻哥吉拉 但是你打死一隻哥吉拉 還有千千萬萬的哥吉拉啦 沒有問題 水哦 有沒有 直接取得折導線的勝利哦 好 繼續往下前進 相穿線啦 看一下 會不會有什麼 更驚人的boss出現哦 因為其實日本片的話呢 跟世界片的那個就是名字是不太一樣啊 但是 裡面的配置的話好像也有稍微一點點不同哦 所以可能跟那個 台版的那種就是 國際版的那個就是那個世界片的話打起來感覺好像是不太同 但是挺有趣的啦 其實我覺得如果大家真的很喜歡貓戰這款遊戲的話 是可以那個台版跟日版都雙修 因為他們都有很多一些不同的一些活動 還蠻推薦大家可以來玩的 可以哦 香川縣這邊看起來都是我們這個 一般的這個 小犬圈啊 交給蜥蜜貓就完全沒問題了 是的老大我去幫你前面噴火哦 各家就 真的超像帶小兵的耶 好可愛哦 哎又是我們的河馬 而且來了不只一隻哦 兩隻河馬 兩隻河馬 但目前來說因為哲平的就是帳號啊 就是我們的那個 金寶也算是只差宇宙片沒有刷完而已哦 所以 帳號機體也是挺強的啦 好吧還是挺強的 好沒有問題 香川縣也被我們騷爆了哦 好那我們今天的哥吉拉之旅的話呢 我們就挑戰到了這個香川縣 那今天的這個不只關卡的話是這個得倒的線哦 那大家對於這幾個關卡有沒有哪些有問題的地方啊 我覺得基本上 派跟著平洋的隊伍的話就應該是沒有什麼太大的問題了 我們就一關一關再慢慢往前進哦 那下一隻的話 大家還想要看什麼生物跟我們的哥吉拉一起出擊呢 哎都可以在下面留言跟著平洋討論一起分享一下囉 那我自己的影片再見囉 大家掰掰啦